公元前260年,秦国沙神百起坑杀赵军40万 赵军主将赵阔战死 他留给时间的就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 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秦赵两国生死决战的长平之战中 赵阔一改老将连扑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 结果被秦军包围 说得非常惨,仅被坑杀的赵军就达40万 致使赵国遭到毁灭性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秦国大大提升了国力,统一天下 于是,人们送了他的纸上谈兵的演号 这个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也就被人足足讥讽了2000多年 并且还将被讥讽下去 从军事角度来看 实际上,赵阔之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长平一战,其实是一场一少打多的攻坚战 在军队人数比对方少很多的情况下 他敢于率军主动出击 本身就说明他具有超出常人的胆略 何况还取得了重创秦军的战绩 根据秦军轻而易举地将赵军包围来看 秦国出动的兵力其实远远不止60万 因为冷兵器时代打仗的常力是十五公 孙子兵法谋公篇 根据这个常力 秦国出动的兵力至少是赵军的两位 有学者估计应该在百万以上 否则不可能将40多万赵军团团包围 据资质通鉴《周记》《长平之战》记载 秦王文赵十道决字如何 内发明年十五以上吸一长平 秦国把国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赶到前线去了 即使这样秦军也吃了大亏遭赵军重创 《周记》的记载是这样的 《长平之战》后秦族死者过半 国内空 而且这个战绩 是在赵族不得失46日的情况下取得的 根据史料 假设赵国出兵45万 秦国出兵60万 这些数字属实 那么根据赵国被俘40万来看 消灭秦军过半暂且算30万 导致其国内空 赵军仅付出了五万人的代价 如果说作为主帅的赵阔是个庸才 那么请问 世上有战损比锦为六比一的庸才吗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因为赵阔最后毕竟败了 不管他之前的路走得多么顺畅 多么豪迈 只要最后一步没走好 跌了一跤 那么在人们看来 他就是个不会走路的娃娃 之前的一切统统归零 若要追究赵阔的责任 那么他最大的责任 在于心太极了 老将联坡在战役前一直兼臂不战 虽然成功地抵御了秦国的大军 但在赵王眼里却是毫无剑术 赵王需要的是胜利 虽然赵王撤掉联坡换赵阔为将 看似中了秦国的反剑计 实际上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而赵王的心思 赵阔不可能不明白 所以当他取代连坡之后 他知道 如果他继续采用连坡的战术 那么等待他的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他必须尽快拿出一个结果 以便对赵王有个交代 采用与连坡不一样的战术 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而这个战术就是改消极防御 为积极进攻 这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倾尽全力赌一把 赌赢了是打虎英雄 赌输了是老虎的盘中餐 不幸的是 他一把就赌输了 他的确缺乏实战经验 因为这是他独立指挥 几十万人马的第一战 也成了最后一战 从历史上看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赵阔真是个 只会指上谈兵的庸才 长平之战失败的第一责任人 也不是他 而是赵王 这是因为 当赵王打算用赵阔 换掉连坡时 赵阔的母亲 就亲自给赵王写信说 请大王收回成命 不要用我的儿子 赵王问为什么 赵阔之母的理由是 儿子做将军后 军官们都无人敢抬头看他 而且爱财 每当大王有赏赐 他就拿回家收藏起来 看到便宜 有增值潜力的田宅 也把他们买下来 一点也不像他父亲 可是赵王叫赵母别说了 他已经决定了 赵母说既然这样 那么那小子今后若是不称职 大王宁可别怪我 赵王答应了 赵阔失败后 赵王果然没有为难他母亲 有人说只子莫若母 这话似乎没毛病 可是赵母仅凭儿子当上将军后 军官不敢看他和他爱财这两点 就断定儿子不会带兵打仗 这理由是不是太牵巧了 世上既爱财又有财的人多的是 军官不敢看他 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导致的吗 由此看来 赵母并不十分了解他这个儿子 因为发生于公元前280年的麦秋之战 就是靠了儿子赵阔的计谋才打赢的 不然在那一战中 作为主将的他丈夫赵舍 很有可能身败名裂 麦秋之战在另一个视频中 大家可以具体查看 也许正因为赵阔在麦秋之战中的表现 给后来的赵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才是后来的赵王不顾其母亲的反对 毅然让赵阔担此重任 可惜历史不给他机会 如果历史不那么无情 多给他几个锻炼的机会 赵阔最终成为比白起更可怕的战神 也未可知 我是一员 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历史 欢迎关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